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财经简报节目 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变化 由于安全问题和消费者抵制 日本的健康和美容产品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大幅下降 小林制药的产品销售额在今年上半年下降了54% 资深堂等化妆品制造商的销售 也应辅导核电站排放处理过的废税而受到影响 现在中国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低的国产替代品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快递业的最新动态 今年中国的快递行业达到了1000亿件包裹的重大里程碑 比2019年提前了71天 这相当于平均每人71.43个包裹 每秒钟有5144个包裹 在中国境内运送 不过激烈的价格战给行业带来了压力 许多快递公司不得不将价格压到不可持续的水平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在电动车电池技术方面的最新突破 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克宣称 吉克宣称 其新款电动车电池的充电速度已超越所有竞争对手 包括行业领导者特斯拉 吉克表示使用其超快速充电站 这款电池可以在10.5分钟内从10%充至80%的电量 这一技术将首次应用于吉克2025款007轿车 并将于下周上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小林需要的红取补品因涉嫌导致数十人死亡 其在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和天猫平台上的销售额 在上半年骤降54% 资深堂等化妆品制造商也因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处理过的废水 引发消费者抵制 销售额同样大幅下降 曾经因中国本土食品和医疗产品丑闻停发 推动中产阶级转向外国平台的日本公司 如今在中国经济放缓和自身挫折的背景下 面临逆转消费者开始转向更便宜的本土品牌 南华则报 乔周有一天晚上下班回到北京的家 发现门口堆满了包裹 几乎挤不进去 它几乎所有新装修家的物品都是在线上购买的 从便器到家具 这样的场景在中国越来越常见 随着电商的崛起 快递行业也在迅速扩展 国家邮政局报告 今年已送达超过1000亿件包裹 比2023年提前71天达到这里程碑 每天有超过4.4亿件包裹在中国流动 尽管包裹量激增 但快递公司应价格占而立中下降 但快递公司应价格占而避准下降 许多小型工小型公司濒临破产 与此同时退货率也在上升 女性服装的退货率高达80%到90% 成都居民Cherry玩在大促销期间 退货率高达70% 达表示即使平时购物不多 退货率也在50%左右 农村地区的配送基础设施建设 也促进了快递行业的快速增长 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克声称 其新电动汽车电池的充电速度 超过所有竞争对手 包括行业领袖特斯拉吉克表示 其升级后的电池在超快充电站中 可以在10分半钟内从10%充至80% 相比之下 特斯拉表示其Malo 3在15分钟内 可以充电行驶175英里 约282公里 不到其总续航里程的一半 吉克的2025款007轿车 将是首款搭载新电池的车型 吉克表示即使在寒冷天气下 其电池也能在不到半小时内 从10%充至80% 吉克由中国汽车巨头吉利索有 吉利还拥有英国的豪华跑车平台 在路特斯和瑞典的沃尔沃 吉克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成为自2021年以来首个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 然而美国政府随后宣布 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太阳能板、钢铁等商品 征收高额关税 以应对不公平政策并保护美国就业 美国、欧盟等主要汽车市场 对中国电动汽车公司的快速海外扩张 表示担忧 明南米斗香港股市从两周高位回落 因中国经济数据疲软 抵消了美联储放松政策的烈关情绪 腾讯在财报发布前的下跌 拖累了基准指数 恒生指数在本地时间上午时在本地时间上午时 5下跌0.2%至17%148.43点 此前已连续5个交易日上涨 科技指数下跌0.4% 上证综合指数也下跌0.4%至6个月1点 腾讯下跌0.7%至375.8港元 游戏公司网易下跌3.2%至134.7港元 在线旅游公司协程下跌0.7%至329.4港元 6%至34.1港元 由于中国上月银行贷款大幅下降 信贷需求疲软 市场情绪恶化 市场情绪恶化 尽管如此美国最新数据表明 上月生产者价格涨幅低于预期 消费者价格指数预计将保持在3%的稳定增长 这增强外交易员对美联储下月开始放松政策的信心 其他亚洲主要市场大多跟随美国隔夜涨势 日本日经225指数上涨1% 澳大利亚 戴散前TSX200指数上涨0.7% 韩国COSPI指数上涨0.8% 迷南米都上海这座中国最大城市及金融中心 公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 旨在利用新技术将其郊区大面积改造成 无人化粮食生产农场 这是中国推动农业现代化和追求更大粮食安全的地方实验 根据周一发布的计划 到明年年底 浦东区政府将尝试建立20000亩1 33333公企全自动农田 约为纽约中央公园面积的4倍 无人农场将配备智能拖拉机、种植机、智能坑雾器、无人机和联合收割机 中央云平台将管理和分析数据以维持运营 每1005将获得市政府70万元人民币 约6000016美元的奖励 并有资格获得区政府同等数额的额外奖励 上海的提案阵指中国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 寻求重塑其农业体系和提高效率 农业工程师罗西文表示安全之际 农业工程师卓西文表示 中国的现代农业愿景去让跟牛退役 铁牛上岗让农民进程专家留农 尽管过去70年稻米产量增加了3倍 但在玉米和大豆等其他粮食作物上 中国仍落后于先进农业经济体 其在农业中使用无人驾驶车辆 被认为能提高效率和产量 也面临标准、法规、核心研发等方面的挑战 尽管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但其粮食产量仅能满足其自身供应的六分之一 然而上海在粮食生产中的土地利用效率最高 2023年每亩平均产量为534公斤 其他地方也在探索自己的试点项目 飞龙江省齐兴农场的100亩示范区 已开始运营 飞龙江省长梁惠林表示 该省计划到2025年建立20个大型无人农场 尼南米多五近年来中国央行一直在与国内债券交易远作战 希望平息长期政府债券的持续上涨 这已将其收益率压低至前所未有的低点 在周五发布的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 商行的紧扩感得到了提现 收益率曲线明显偏离合理水平 继续积累金融风险 报告指出 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在6月底接近2.2%本月初 收益率继续下降跌破2.1% 但在央行干预后回升至2.25% 中国投资者为何抢购主权债券 在经济增长缓慢市场预期进一步降息的背景下 政府债务在中国投资者中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经济增长缓慢时 公众更倾向于在投资组合中选择低风险金融资产 政府债券就是典型例子 房地产危机和银行存款利率下降 是投资者几乎没有其他有吸引力的选择 5月上海和深圳特种超长期主权债券 首次亮相市场疯狂抢购 导致两次交易暂停 强劲的需求推高了债券价格 降低了其收益率 央行希望看到更高的长期债券收益率 以建立强大的央行机制 目前正淡化数量型工具 转向价格型工具包括收益率曲线控制 央行认为当前的长期债券收益率曲线 并未准确反映中国的长期经济前景 央行表示决心保持长期债券收益率曲线正邪率 以防止低长期债券收益率 和对中国经济未来状态的悲观情绪相互强化 央行从硅谷银行倒闭中吸取了教训 担心一旦经济复苏利率上升 利率上升 债券市场泡沫可能破裂 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在公开市场出售政府债券 指导大国有银行出售主权债券等 比冷却长期债券的上涨 尽管如此 若信贷需求低通胀预期和低迷的消费 和商业信心仍是央行面临的巨大挑战 迷纳密度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 国宣高克在最新向联邦政府提交的文洞池 入公司受益于来自北京的补贴后 周二共和党依然指责国宣高克不诚实 并呼吁进行调查以阻止公司 在密歇根州拟建的24亿美元工厂项目 密歇根州众议员约翰·穆伦纳表示 虽然中国共产党支持国宣高克 并不令人意外 但国宣高克对其与中共关系的持续欺骗 是不可原谅的 他还表示希望这次提交的文件 能引发新的调查 彻底阻止国宣高克在密歇 彻底阻止国宣高克在密歇根的计划 国宣高克在7月20日 修正其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代访二二文件时 改口承认公司部分通过 中国政府提供的资金获得补贴 国宣高克在2023年4月21日的人事文件中 否认了任何外国政党或其他外国主题的补贴 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 支持国宣高克的项目 称其将创造2,350个本地就业机会 并拥固密歇根州作为全球移动和电气化中心的地位 然而密歇根州参议员拉纳台四 则对公司的阴暗商业行为表示失望 并对州长坚持在本周建设 由纳税人资助的大型站点感到遗憾 项目最初在2023年获得密歇根州律宪章 正地方官员的批准 但随后由于国宣高克的中国背景 引发了公众抗议 最终国宣高克在3月起诉该政 指控其违法合同并在5月获得联邦法官的支持 要求预宪章振兴的官员遵守开发协议 明南密多物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东南亚 在线购物平台了在首次实现月度盈利 根据公司内部公告 Lzada在7月份实现了正的稀税折旧贪销 潜利润B2B 这标志着Lzada的商业策略取得了成效 并计划在可持续运营模式下继续增加对东南亚市场的投资 公司首席执行官董珍在全体员工会议上表示 这一盈利状态证明了Lzada商业策略的有效性 Lzada通过多项措施提高了效率 包括人工智能支持的运营、在线营销、用户激励和优化的物流服务 尽管实现了盈利Lzada仍面临东南亚市场的激烈竞争 其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由新加坡公司Sea Limited运营的Shoppy 后者在东南亚市场占有48%的份额 此外 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上排2023年 几乎将其年度交易总额G&B增加了4倍 达到163亿美元 超越Lzada成为该地区第二大电商平台 阿里巴巴自2016年以来已向Lzada投资约74亿美元 包括今年5月的2.3亿美元和去年12月的6.34亿美元 Lzada计划到2030年实现年交易总额1000亿美元 必拥有3亿客户 明朗尼多尔吉利汽车旗下的高端电动汽车制造商 即刻发布了其最新的电池技术 该技术可以在10.5分钟内为汽车提供近500公里的续航里程 即刻自主研发的磷酸铁锂1FP电池 名为晶电池安装在其007电动轿车上 支持800V超快充电 确保车主享有快速且可靠的性能 该75千瓦时电池在完全充电后可行驶682公里 即刻表示 这一新成就来自其内部电驱动系统研发团队 与现有的涅谷蒙安CM电池相比 LFP电池的生产成本低约30% 但提供更长的单次充电里程 即刻已在中国大陆开设了超过500的超快充电站 共提供2700多个充电桩 高电压电池确保了更多的能量和更高的充电能力 从而提高了效率和电池性能 即刻花费三年时间雇佣了1000多名工程师 即刻表示已经高性能电池 即刻表示其位于浙江省渠州的金电池 是全球首款量产的800D超快充磷酸铁锂电池 即刻最新的007车型配备了这一电池 其售价为209、900元人民币约29 303美元与之前版本相同 公司将从周三开始交付新款007轿车 中国电池制造商国宣高科在5月表示 其75000瓦实际Current电池可以在9、8分钟内 提供480公里的续航里程 中国乘用车协会表示 7月份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的销量 同比增长37% 达到8790辆占全国汽车销量的51% 米南利俄罗、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探讨 通过异货贸易来规避西方制裁 飞龙江省和山东省的官员 最近在青岛会面 讨论了异货贸易的经验和新形势 山东跨界异货贸易协会 分享了他们与肯尼亚、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的具体案例 连云港市也在研究措施 以应对中俄贸易中支付结算的复杂性 异货贸易可以减少西方监管机构 对双边交易的监控 尽管中国海关有相关监管代码 但大规模跨境异货贸易尚未成型 随着美国对中国银行的制裁威胁增加 中俄的贸易合作面临更多挑战 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 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1.6% 达到1366 河南省政府的在线信息显示 中国在与伊朗、非洲和东南亚的 异货贸易中已有丰富经验 出口商品包括汽车及零部件 建筑材料、IT产品等 进口商品则主要是大宗商品和农产品 Yahoo!美国报道 Sarah和Chris Rhodes这夫妻 在两年前还是协业的外行 但他们成功创立了Kombi一个拆卸和可互换鞋垫 为特色的拖鞋品牌 这个品牌的领展来自于他们在长时间工作中 对舒适鞋的需求 Sarah曾在拍摄现场穿着带有额外鞋垫的拖鞋 这一临时解决方案最终促使她和Chris开发出 具有可拆卸鞋垫的鞋子 Kombi的鞋子不仅在舒适性和风格上有优势 还通过可更换鞋垫减少了鞋类废弃物 该品牌的鞋子价格在150-185美元之间 鞋垫选项包括毛巾布、素皮革和羊毛等 Roseful计划在未来扩展批发业务 并正在申请可更换鞋垫设计的专利 他们认为作为鞋业的新手 他们的背景反而成为了一个优势 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创新 Minami Do中国激光雷达传感器制造商 和赛集团从美国黑名单中移出 这将为其全球扩展铺平道路 美国国防部因担心无法满足法律标准 而决定将其移出 和赛此前一直坚称其被列入黑名单是个错误 并在今年5月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和赛在今年2月通过纳斯达克上市 筹集了1.9亿美元并计划在中国大陆以外建厂 优先考虑欧洲市场 激光雷达是智能电动汽车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通过激光束测量距离 并生成精确的物体地图 尽管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 曾在2019年称激光雷达为愚蠢的差事 但随着成本的下降 激光雷达市场迅速增长 和赛最近推出了基于ITX属的新产品 能够在像素级别实时识别 与物和废弃等条件 去年和赛报告净亏损失 76亿元人民币 但收入同比增长56.1% 达到19亿元 交付量增长176 1%至222邀游台 根据优租客的研究 和赛在2023年占据了 全球自动驾驶出租车激光雷达市场的74% 中国投资者对离岸投资的需求激增 导致外资银行和基金经理们 不得不争相分配出境投资配额 尽管最近美国和日本市场有所抛售 但使用中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 II计划的公司正在采取措施 面对配额紧张问题 中国截至7月底 已批准了总计1670亿美元的 QDII合分配给189家机构 每家外资公司获得了3亿美元 到47亿美元不等的配额 然而这些配额的使用情况并未公开 QDI产品的需求上升 反映了投资者对本地资产信心的下降 国内要苦的成交额仅为 4960亿元人民币 是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华林证券的基金经理甲智表示 外资金融公司在竞争中要充分利用其全球网络和产品组合面临挑战 近年来贝莱德、摩根、大通和高盛等公司在中国大陆设立了业务 或增加了本地单位的所有权 某亚洲总部的银行经理表示 其公司此前从未用尽配额 但目前已经采取了在分支机构之间分配配额等措施 某美国基金公司的高管表示 公司的高管表示 公司的更管表示 公司在最近几个月内通过减少机构客户来释放配额 以满足零售基金的新流入 尽管公司采用了订阅上线等临时解决方案 但这些措施只能暂时缓解问题 直到新的配额可用为止 外汇监管机构并不定期发放新配额 一家外资银行财富管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表示 一些同行通过与其母公司进行调期交易来规避限额 某银行财富管理单位的高管补充说 通过这些调期交易 每月新的离岸投资产品流入量可达到10亿元人民币 随着中国投资者对离岸投资的需求不断增加 QDI配额问题愈发严峻 中国困境中的开发商亚居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 董事长陈卓琳以低于6年前购入价一半的价格 出售了一处香港房产 在价务增加可自卖保密赛将会成后赛 一套价务推动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团测 已经达到极限 而2018年该房产市场仍然火热时的购入价 为3100万港元 该房产的每平方英尺价格为11525港元 比现行市场价低约15% 20的公司联合智能发展有限公司 购入了汉堡别墅的5套公寓 去年雅居乐以9.66亿港元强制整体收购了 位于九龙堂东宝路6号的44个单元的农院 随着雅居乐突然以巨额 忽然以巨额亏损出售汉堡别墅的一套公寓 市场观察人士猜测 该开发商可能会暂停收购剩余单元 此次出售发生在雅居乐未能在宽限期内 支付2025年到期的市 拔市3亿美元债券利息后 雅居乐在向香港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中表示 由于流动性压力 公司将无法履行所有离安债务的支付义务 同时与雅居乐有联系的个人 也借用了多处香港房产作为抵押 雅居乐前副主席兼陈卓琳的妻子陆兴凤 以其位于潜水湾南湾道39号的多层耗债为抵押 借款金额未公开 雅居乐还在2022年6月1年利率20%的利率借款吧 94亿港元作为削减当时总合为 594.9亿元人民币债务计划的一部分 雅居乐的总借款包括银行贷款、高级票据和内地公司债券 到2023年底已降至535.5亿元人民币 公司在2023年报告亏损138亿元人民币 谢谢您的收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 briefing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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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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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